大家看到那幾個字 日出黃有黑氣 就是這個世界上最早的太陽黑子的記錄 就因為我這個照片就只是看到有黑氣 所以大嶼前居日中央那些就掃不出來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這幾這麼小的字裡面 將所有觀測紀錄都擺出來的 有日期 哪年哪月哪日 日出當然是早上有時間 形容了太陽的樣子 有黑氣跟著大嶼前居日中央 就是整個黑子的觀測是很完整的 OK 為什麼我去不到下面那裡 怎麼回事 OK 好了 我們要看太陽呢 首先就要了解一下太陽大約是怎麼樣的 一般來說我們切開鏟 就看到太陽上面有很多這樣的位置 有很多不同的情況 但是大家留意一下 譬如Corona hole 譬如Corona 譬如Corona 我們平時都看不到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釋球層 釋球層上面有太陽黑子 然後呢 再上面呢 有一個叫做 Chromosvia 那個釋球層 上面這個光球層 那麼呢 釋球層上面呢 就會有耀斑 Fair 或者有日耳 那麼我們所看到的就是不外乎 就是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光球層 一個就是釋球層 而裡面呢 我們就看到黑子 耀斑 還有日耳 OK 基本上我們所看到的東西就是這樣 那麼呢 以下那十幾張呢 就不是我拍的黑子相來的 而是呢 我給大家看一下 太陽在不同的顏色 不同的波長看下去的太陽是怎樣 第一張呢 就是白光啦 就有顆黑子在那裡 那麼這個呢 就是一個太陽面的磁場的分佈 那麼黑色和白色呢 就是磁正極 就是磁北極和磁南極的不同 那麼從這個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太陽表面的磁場的分佈 那麼也都是和黑子和活動有關的 那麼這個呢 就已經是去到呢 很短的波長 是940個阿姆斯朗 就是呢 是極度的硬的UV光裡面 那麼我們平時呢 在地球看不到的這些 這些就是脫離了我剛才 就是這個題目的業餘觀測太陽的範圍 我們看不到的 那麼這個131Nano也是看不到的 171也是看不到的 一直到達到 335都大概勉強 都有機會拍到的 不過都是很難的 那麼然後呢 這裡呢就去到紅外線 1600和1700 那麼呢 這一堆呢 都是我們業餘的 除了第一張 其他全部呢 我們都看不到的 那麼我們究竟看到些什麼呢 好了 但是在沒看之前呢 就首先要警告一下大家 那麼這個不是誇張的 這個美女說看兩次日吃就沒有了兩隻眼 那麼當然啦 就是 他很小心的 每看一次都是用一隻眼來看 所以可以看兩次 如果你不小心呢 可以看一次就沒有了兩隻眼了 那麼所以呢 我們看太陽 最重要的呢 就是要保護你的眼 好了 那麼保護好你的眼之後呢 那麼我剛才講過我們所看到的太陽呢 就是這個光球層 和這個色球層 那麼大致來講呢 整個太陽呢 那個直徑呢 就大概150萬公里 那麼去到上面這裡呢 那個光球層呢 就大概是400多500公里厚的 那麼那個色球層呢 就剩下大概1500公里厚 那麼所以呢 我們基本上 我們所看到的現象呢 光球層 色球層 就在這兩層裡面 那麼薄的地方 那麼這裡呢 有三個太陽 那麼 下面這個呢 就是在光球層的 就是我們用白光所看到的太陽 中間這個呢 就是在色球層下面 就是接近光球層對上 這個呢 這個我們是用這個 Koi Kalcium K的光來看的 是很近很近紫外線那邊的了 然後呢 最上這個太陽呢 就是在色球層的上層 我們就用氫氣的 Hydron Alpha的光來看 OK 那麼我後面呢 才慢慢講解這件事情 那麼 那麼在未講之前呢 我們就要 看一下我們 就這樣用眼看的 沒有問題了 但是我們講太陽觀測呢 就少不免要用望遠鏡的 那麼我們要用什麼望遠鏡呢 那麼當然呢 你要用什麼望遠鏡呢 就要看你的袋子有多少錢 但是無論如何呢 我們 當你要買一支望遠鏡的時候呢 要看太陽的望遠鏡呢 你就算同一口徑的望遠鏡呢 麻煩你選一支長焦距的 因為你會發現呢 在太陽的時候呢 和一個口徑的分辨率呢 如果你的焦距 就是那個影像不夠大的話呢 很多細微的東西呢 雖然可能你的影像裡面 是分辨出來的 但是呢 你看不到的 那麼然後呢 那這支望遠鏡呢 就最好放在尺度上 因為 很多人呢 就誤會以為太陽這麼光 我又不用好像拍星雲星團那樣 拍幾個小時 那麼隨便找個腳架都可以的 那其實不是的 因為呢 等一下我就會講到呢 你的太陽影像呢 那個口向呢 要擺到相當好才有用 要不然呢 你的太陽 你現在這一秒鐘拍的 那個北向上 下一秒鐘拍的那個南向上 那你就很難再看你的相片怎麼比較了 那所以最好呢 就是用尺度2 那尺度2 最好就是用叉色 為什麼呢 我們看太陽最理想的方向呢 就是太陽在頭頂附近 那大家知道 用過望遠鏡的人都知道了 你當你要看的東西在頭頂的時候呢 很多的腳架呢 就會阻礙著你的 那所以呢 如果用叉色的尺度儀呢 就比較理想了 就是你從東看到西呢 都不需要停 那最後一樣呢 就是安全問題了 那我們知道太陽這麼光呢 無論你用什麼光來看它呢 你都要有個雷光鏡在那裡 那我們一般要求的雷光鏡呢 就要放在那個望遠鏡的物鏡前面 你放在後面那些呢 很危險 為什麼呢 就是我在70年代呢 那時候呢 就未曾有這些那麼大型的雷光鏡 放在那個望遠鏡前面 那我就用那些相機那些 大概20mm 25mm那些小的雷光鏡 5、6、7塊的搭在一起拍太陽 那時候我平均呢 每個星期都燒裂兩、三塊的 那燒裂兩、三塊都好 因為不是裂光的 如果裂光的就大件事了 那後面那些光一過呢 就可能弄完自己的眼 或者燒爛了相機的膝蓋了 好了 那其實最安全的看太陽的方法呢 就是不要直接去看 那不直接看怎麼看呢 那我們好像在這張圖裡面呢 我們用一支望遠鏡 投影到一塊screen那裡 那你就看到太陽了 那現在這些呢 就是大概我70年代 就是上世紀70年代 那是看太陽的道具 那只望遠鏡就是四寸口徑 那現在呢 我們香港最大的 看太陽的 望遠鏡 那個望遠鏡就不是最大的 但是呢 投影太陽那個 那個 塊板 最大的就是這個 直徑 就是我們投影的太陽直徑是一米 這個就是在馬灣太陽館那個 太陽望遠鏡投影下來的那個影像 OK 那這望遠鏡就不是很大的 14寸 好了 那現在呢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 這些這樣的淚光鏡 就是這個 巴達出的薄膜 那這個薄膜呢 那個光鶴的質素是很高的 譬如我這個呢 就是用在我的六寸折射鏡 那它完全呢 就保留我這六寸折射的那個高質素的 完全沒有downgrade 那其他的 譬如這個是四寸的 那這兩個小的那兩支呢 就是我 我早十年八年呢 就經常戴著那些小的雙草望遠鏡 看看有沒有太陽黑子的 那所以雙草望遠鏡呢 就有兩個這樣的filter 插在前面 那另外一種方法呢 就是用一種叫做Hersel Wedge 其實呢 大家看這個圖呢 就看到呢 是一個小的窄角的三寸鏡 那那些光在這邊進來之後呢 那呢 就經過第一個面呢 就把那些光射上來這邊 的木鏡或者相機裡拍攝 這裡呢 大概是 不夠5%的光反射上來 那其餘的9%幾%呢 就從後面走了出去 那這個呢 就是超級豪華的營 來的 當年我用的那個呢 就是沒有後面這裡的 就是光出來之後呢 就穿出來 那我也試過很多次呢 這個大腿覺得很生氣的時候呢 才知道呢 在這裡曬傷自己 那現在這個呢 就是它有一塊 ceramic play在這裡 就是陶瓷的片在這裡 那這個陶瓷片不單止阻了一些 就是不會燒傷你自己 還有呢 它可以投影太陽照在那裡 那變了呢 就有一個 內置的沉太陽鏡在那裡 你利用這裡就可以對正太陽 但是這種hersel watch呢 大家可以看到還是5%呢 完全的減光度是不夠的 是一定看不到太陽的 在這裡看進去 那你見到呢 就有整堆雷光鏡加上去呢 才可以夠用 OK 好了 好了 我們有一支赤道儀 有一支望遠鏡 搞好Felter在那裡了 那我們怎麼開始看呢 那第一次你對準 赤道儀的極度 那這個呢 講得很容易 你晚上一看星就很簡單 這件事情 日頭看太陽呢 你就會很痛苦了 你根本呢 就不知道哪邊是東南西北 那就算你有個指南針呢 指南針呢 可能給附近的地方 那些磁場呢 影響到的方向 那所以 如果你日頭出去看呢 你最好的事先 在地圖上 看清楚你那個地方 有些什麼 遠看到的地方 的地標 令到你可以調 那當然了 這個不同 和你晚上調 調這個尺度 如果準程度 差很遠的 但是呢 基本上呢 你都可以追到太陽的 那然後呢 如果你有摩托 追蹤的 就把追蹤的速度 調到太陽的速度了 因為大家知道 太陽和星同樣 那個追蹤的速度 是完全不同的 那有些人 那如果我用地平式鏡 可以不可以 可以 其實我現在這兩年 退休之後呢 都是靠 就是有看這個 Heighton Alpha 和看Calcium 都是用地平式的 那地平式呢 就不是不行 但是呢 它仍然可以做些追蹤 只要你有微調動作的話 但是呢 你就不要看 就是整個觀測的時間 你超過一個小時 你就會發現 那太陽呢 在你的影像上面 自己在那邊轉動的 那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那然後呢 最後一樣 就是你整好腳架 整好之後呢 那你看到太陽了 那無論你用 投影板 或者用相機好 那你第一 跟著要做的事情呢 就要把你的太陽影像 那個方向呢 擺好它 那怎麼擺呢 第一件事呢 有個投影像啦 譬如 看回 Sorry 看回這個 這個 那如果你的太陽 投影在這裏 無論有沒有黑子都好呢 你呢 將這個追蹤那裏停下去 那當你的追蹤停了之後 這個太陽影像呢 就會由東向西走的 那如果有黑子的話呢 你就將這張紙 擰到這顆黑子呢 是跟著一條東西的線走到 就是不要偏離 那你這個太陽像的 由東到西這個方向就定了 那跟著呢 就要定這個南北 那定南北就很容易的 那你擰一下那個 赤位軸那些軸 動一下它 那就看看它的 那顆黑子向哪裏走 那你就知道 那如果沒有黑子的時候怎麼樣呢 那沒辦法了 你就唯有用這個太陽的南邊 或者北邊的邊 看它掃過去 那只要它不脫離那條線呢 那就幾準的了 OK 那這個第一樣 那記住呢 就是剛才說這件事情呢 其實呢 所有天文觀測 不一定要看太陽 那你看什麼東西呢 你要拍照要紀錄的時候呢 你最好這個東西南北的影像的位置 都要調好它 因為呢 大家如果留意一下 在Facebook上面 那些很多的同好 扔出來的照片呢 很多時候 不變東西南北的 那本來你 啊這張照片很漂亮 那就算了 那但是當你這張照片 有需要 跟別人的照片來比較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變化的時候呢 那你的方向完全不對的時候呢 就很辛苦的 所以我就鼓勵大家呢 除了太陽之外 你無論你做什麼天文攝影呢 你最好在相機好 全部呢 東南西北呢 就麻煩你 擺好它才開始做 OK 好了 那如果我們用投影方法 那看這個太陽 那大家看到這裡 我這個呢 就用一個四寸直徑的圓 那有一組黑子在這裡 那跟著呢 你記不記得我們第一張那裡 那個 二千多年前的黑子紀錄呢 都有齊所有的數據 那我們一樣要 哪天看 什麼時候看 那畫圖呢 就不可以很準的 因為畫這張圖 都需要很多分鐘 所以這個時間呢 就是很粗糧的 那這些透明度啊 寧靜度 這些就是很主觀的了 到時候放下去 那這些呢 就是四十幾年前的黑子紀錄 好了 到我們真的看到太陽那時候呢 那我們當那天太陽好像這張 一顆黑子都沒有的 但是我們都會留意一件事呢 就是太陽中間是光一些的 那邊那裡呢 越來越暗的 那這樣很容易解釋的 就是譬如我們對著那個太陽看進去 如果在太陽中間看進去呢 那我們要看到裡面光的地方 我們經過這層 我們所謂的大氣層呢 是薄一些的 就是好像我們平時 太陽升上來 或者上到天頂的時候 都光很多的 那如果看過太陽邊的時候呢 這層大氣呢 就厚很多 所以變了呢 我們一種叫做 Lim Darkening 臨邊分落的現象 那臨邊分落的現象呢 就不止光球層有的 我們在色球層呢 這個用Kalcium-K影的呢 那邊都是很暗的 那大家記住我剛才說過呢 用Kalcium看的太陽呢 它就是剛剛在光球層對上幾百公里而已 那如果用Hydron Alpha 譬如這張呢 那個Lim Darkening的臨邊分落 就沒有那麼顯明的 因為它呢 就已經是在這個色球層的很上層 那經穿過的那個大氣層呢 也都沒有那麼厚的 所以呢 在Hydron Alpha來說 這個臨邊分落的現象呢 就很微薄的 那Kalcium-K 和這個白光呢 就很明顯的 好了 這個太陽一顆黑也沒有 是不是沒有東西看呢 那其實不是的 如果當你的空氣足夠定的時候呢 還有你知道望遠鏡有這麼大的分辨率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呢 它表面上呢 這是什麼呢 我們 英文就叫做Granulation 中文就很顯錢的 米粒組織 就是好像 現在好像很多人都沒有什麼米缸 OK 如果你以前打開那個米缸 在上面看下去呢 是不是好像米缸的頂這樣 那這些米粒組織 那麼呢 米粒組織呢 你說難看又不難看的 譬如一支五、六寸的望遠鏡 空氣夠凌凌度 放得足夠大倍數呢 基本上都可以看到這一點點 但是當天看不到這麼清楚的 只是看到一點點 那 但是有一個問題呢 就是如果你要研究這些 米粒組織的變化等等呢 細望遠鏡就很辛苦了 譬如甚至這張呢 這張已經是用20寸望遠鏡拍的 是在瑞典一個叫做真空太陽望遠鏡拍的 那麼 這個poster呢 就大概是 40 一米乘一米左右 那麼我就 差不多二十幾年前呢 就拿了回來 那麼 就是當如珠如寶吧 一張這麼厲害的照片 那麼現在我家裡又沒有拍起來了 就知道怎麼樣呢 我現在呢 解決了一個問題呢 就是 放在那張飯桌上面 然後用一塊透明膠布 蓋在上面 所以我天天吃早餐吃飯呢 都對著它 那米粒組織呢 剛才真的是20年前 到這兩年怎麼樣呢 不同了 那麼原來呢 我們看太陽呢 都是需要很巨型望遠鏡 那麼這張米粒組織拍的呢 是一個現在世界上最巨型的太陽望遠鏡 四米口極 那麼就在夏威夷的 早幾年才用的 那麼這支呢 我們看一下 魚去了哪裡 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米粒組織的 變化是怎樣 你留意一下 右下角這個鐘 你看這個變化得多厲害 那所以呢 我還沒停了嗎 我還沒停了嗎 好 好 很短的 都是兩分鐘 不要緊 他沒有騷擾到它 騷擾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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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辦呢 可以轉 我可以在這裡 可以嗎 如果在這裡出 都應該可以 試試試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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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出來了 都不行 也不行 我沒有擺PowerPoint 那怎麼辦呢 你按這個 continue OK 你stop share 那怎麼辦 然後就再share screen 哦 share那個 share 是不是這個 是不是youtube 這個是youtube來的 是 OK 不好意思 對了 這個 剛才不會share出來 那這個呢 就是那支望遠鏡影的實事 大家可以看看 右下角的那個鐘 就是這個 米粒組織的變化 是隨著 就是 不夠一秒 我們已經在這裡變量了 那這張呢 就是現今 最厲害的 最清楚的 太陽面的照片 OK 那你們可以自己 進去這裡找來看 慢慢 現在我要再share 哦 share 這個 這個 OK OK 好了 那剛才那個 米粒組織那個Movie 你們自己可以走上去看一下 這裡有link在這裡 OK 為什麼我這裡去不到 OK 好了 那 跟著平時我們看的太陽呢 就是早一年兩年就很少黑子的 那現在開始多了 譬如這裡兩張照片呢 就是我們看到的太陽黑子 那相隔很久 是不是 這張一四年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呢 就是太陽活動週期高的時間 所以我要找回這張出來 才有這麼多黑子給大家看 近日呢 都是有一些零星 一到兩組而已 OK 好了 那如果我們留意一下 看久一點的一組黑子 那這一組呢 就是大概 兩個星期之前出現的 你留意一下這個黑子呢 當它在東邊出來的時候 是很橢圓的 那同時你看到這個黑子的 本影和暗影 和這個半影呢 好像那個本影呢 是黏住右手邊 黏得很厲害 而那個半影的右手邊 是闊一些的 那而 當那個黑子來到太陽中間 啊 這個就是 展望線的時候呢 那整個呢 但是你記住呢 這張照片是平面的 但是那個太陽是一個波來的 OK 那所以來到這裡呢 那個太陽是很斜的 那當去到西面的時候呢 那又回頭了 到 東邊這邊呢 那個 半影呢 很窄 而 在西面那邊呢 那個半影呢 就很闊 那這種呢 我們叫做 Mulson effect 那Mulson effect 那Mulson effect是解釋到什麼 或者 表示到什麼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 像不像啊 所以這個叫Sunflower 是沒有錯的 整個太陽黑子這樣 那當你的 這個向日葵 打側來看的時候呢 就好像剛才那顆黑子去到太陽的邊一樣 對到正的時候呢 在正太陽的中間位的時候呢 就會這樣 OK 跟著你看久一點呢 看多幾天 那你發現那些黑子呢 在太陽面移動的 那而且呢 它好像都是同一個方向移動 那這個呢 就 被我們找到呢 原來這個太陽呢 就是自轉的 那但是太陽自轉呢 大家知道呢 當地球自轉就很容易啊 你找一個衛星看著上面 從北京看到上海看到香港 這樣看著它轉 那你就發現呢 無論在北京好 或者在莫斯科好 或者來到香港好 那個自轉的速度 那個角速度都是一樣的 那但是太陽呢 就不是了 太陽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呢 就是太陽本身呢 這個表面不是一個固體來的 就是整個都是氣體來的 那氣體的自轉呢 就有一個這樣的問題 在赤道的自轉速度呢 是快的 快就是周期短 大家看到 那越向北 或者向南的位度高的時候呢 那個自轉速度呢 就越來越慢 那去到北極南極那裡 就不知道怎麼樣了 但是起碼呢 這裡看到呢 它是越向高位走呢 那個自轉速度越慢 但是這個速度 這個不同的 我們叫做Differential Rotation 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了 那就是說 譬如太陽的物質 本來有時候 當是蒙古初的時候 有一條線在那裡 但是它一轉 那因為中間轉得快一點嘛 那所以呢 中間那些就走得快很多 兩邊高位度那些就走得慢很多 那這個如果是普通物質呢 譬如海洋那沒有什麼所謂 最多知道這裡的海流是大一點 這裡的海流慢一點 但是呢 我們知道太陽呢 是一個 所有的物質呢 都是一個帶電的物質來的 而且呢 太陽也都有一個 很強的磁場 那麼 這個太陽的磁場 它本身帶電的物質呢 是有很密切的 大家互相互動的關係 好了 譬如當盆古初開的時候 那些磁力線很乖的 用藍珠不排列 但是它一轉呢 那你這些這樣的磁力線呢 就像剛才我講的那些 中間接著直到那些呢 就走得快很多了 那第一個圈 第二個圈 那現在太陽經過了 不知道幾多個圈的了 那變成了這些磁力線呢 就會扭起來 好像翠麻花那樣 那大家看到這幾張圖 其實都有一點點 不是很真確的 現在只是說這些磁力線 在太陽面 其實那個太陽呢 進到裡面 都有這些磁力線在那裡 那所以這個磁力線的扭曲呢 就是從裡面到外面都有的 那扭曲得多好呢 就是我們有些叫做Cross Talk 或者什麼呢 那會產生一些這樣的圈出來 這樣呢 就是多東西看了 如果沒有這件事呢 我們基本上在太陽上 沒有什麼東西看的 好了 譬如這個綠色這個呢 就是太陽的一個圈 在裡面出來的那個磁力線 但是我們知道呢 太陽這個色球層下面呢 就是一些對流層的嘛 那那些熱的氣體呢 就升上來 然後一些冷的氣體呢 就落回去 那這個也是那些 那些微粒組織的成因 那但是如果有一些 強力的磁力線在那裡穿過的時候呢 因為大家知道呢 無論這些所謂熱的 冷的一些氣體呢 都是帶點的 那它有一個強力的磁力線在那裡影響呢 那些物質呢 就會受到這個磁力線的影響 而不跟這個對流層的做法 那變成呢 那些熱的氣體在那裡上不來 上不來的話呢 就是這個位置呢 就沒有熱供應了 少了很多了 於是就形成了這兩個地方呢 就比較冷了 那表面上看起來我們看上去呢 所謂黑紙呢 就是這個做成這個黑紙 其實它冷呢 就不是說好像 冷到好像我們現在可以感受的溫度 而是呢 譬如這個 所謂Hot Service 我們大概是6000度 而這裏呢 就大概4000度左右 那變了呢 看起來呢 就黑了 實際上如果我們用彩色來拍這個黑紙的話呢 其實它都是暗紅色的 OK 那另外有些磁力線呢 就走到出來 那它走到這麼出的時候 就很大件事了 因為大家知道呢 整個太陽裡面的物質 都是帶電的 有帶正電有帶負電 那大家看到如果這裡是北 這個磁極的北這個南的話呢 那那些電子 就是帶負電的粒子呢 就會這樣走的 而帶正電的粒子呢 就會這樣走 那就會形成一個 很巨型的 我們看到的所謂日移 那一會兒會有些給大家看到的 好了 那我們大致知道太陽黑紙怎麼來的了 那我們平時看這些黑紙呢 譬如這裡是連續兩天的黑紙 那這個已經向著西邊去了很多了 然後我們看下去呢 就會發現呢 黑紙呢 就不是人人平等的 有些很小顆 單丁的 有些幾顆很小顆 等於一堆 那有些呢 一堆裡面有大顆有小顆 但是最巨型的那些呢 就好像這些那樣 那所以呢 就是太陽黑紙的類型呢 就是很多種的 但是呢 你記住呢 不是說這顆黑紙一出生 這樣就知道它沒有了 都是這樣的 有時候不是的 有時候它呢 一顆很小顆 會變成這麼大顆 過了兩天之後變成沒有了 那很多這樣的例子 那一定要自己看才知道 就是每一顆 就是跟著它來看呢 才有機會看到它的變化 好了 我們看了黑紙又畫了圖了 知道它的位置怎麼樣了 但是那張位置呢 就在我們那張格子紙上面的XY位置 但是實際上呢 那個太陽呢 是一個球體來的 那我們在一個平面上面的XY位置呢 要轉過去 那顆黑紙在那個太陽的球面上面的經位那裡 就要花點工夫了 那其實呢 就是大家那些 稍為 學過數學都知道了 平面的幾何 和球面的幾何呢 那些數字是轉換是 不是難 但是很複雜的 算起來 那麼呢 幸好呢 我們有個 很資深的太陽觀測者 Peter 那麼他就跟我們寫了一個program 那麼那個program 怎麼用呢 我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program一開就是這樣的 那麼第一件事呢 看不看到這個 都要 都要再分享嗎 OK 我先看看 你看 聽不得了 再分享 OK 不好意思 我們要再分享出來 給你參考一下實事的畫面 我怎麼找那個 分享 這個 可以了 OK OK 那這個圖呢 大家看到呢 就有個太陽像在那裡的 那麼呢 原來太陽呢 這條南北這條軸呢 是會變的 我給我舉個例子 下個月 每個月都不同的 那麼我們只計這個位置呢 這個p angle呢 都要計算的 如果我們要計算的話 那麼另外呢 這條赤道呢 這條赤道呢 也都是有寫南 有寫北的 那麼我們就看一下 現在 我將這個 變造長一點 因為 那譬如我 我將這個年份 這個不能用月份來改 可以了 你看到這個赤道呢 有寫南 有寫北的 那麼呢 我們計這個黑子的 在太陽面的經緣度呢 就要計算這些位置下去 那就很複雜了 但是這個 Twitter呢 弄了這個program 我們就很簡單了 你首先告訴我 這個其實就是很trivial的 你告訴我 我們在哪個位置 或者你畫那個圖的直徑是多大 那麼最重要的就是 舉個例子 譬如今天 今天 6月 OK 那麼 我們有個顆黑子 不要在零零那裡 譬如我們有個黑子在 15 這裡 那麼記住 你看到這裡是東來的 這裡是西 那麼這個X的直呢 在東面就是正的 在西面就是負的 OK 那麼然後Y呢 譬如你擺一個 30 OK 那麼它即時就在這裡 顯示出 你的黑子的位置 那麼 而同時即時下面就已經計到 在太陽上面 這顆黑子的位度 是正19度 是正19度 經線是50度 那還有呢 如果你 有心機畫一顆 算一顆 算一顆黑子的面積 譬如 這個30mm square 那麼呢 這個 黑子的面積呢 就直接出來 那麼這個單位是什麼呢 黑子的面積呢 就通常用百萬分之幾來計的 那所以這裡就是百萬分之950 OK 那麼這個program呢 就是不用錢的 OK 我回一會兒先 stop share 但是我現在知道怎麼操作了 為什麼不出來呢 哎 可以 回到哪裡 PowerPoint OK 你在這個網站上面呢 就可以download那個software出來 那 剛才已經示範了我怎麼用 後面不用說了 那你 記住 如果那天有四組黑子 那你又不需要逐顆的 是因為 你只需要知道 那個組黑子在哪個位置就可以了 那當然如果那個組黑子大 那就隨便 就是 認為它選擇一個重心的位來量度 因為如果 黑子很多的時候 你整個來量度 就是沒有必要 也都很浪費你的時間 OK 好了 當你把你每組黑子都算完的時候 那你那些data就可以 那為什麼我們要知道那顆黑紙在南還是北呢? 本來如果你只是計那個黑紙的相對數 就是計那個total number也可以 但是近年 我所謂的近年就是近20年 我們發現太陽的黑紙活動 在南半球和北半球是有一個我們怎麼說呢? 不同步的現象 那不同步到什麼地步呢? 那就要靠我們這個黑紙的活動數字 將南和北分開來畫才容易看得到 OK 為什麼又不讓我轉另一張? OK 好了 那我們當每一組的黑紙 知道了它的經緣線道位置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計這個黑紙的活動相對數了 那這個數很簡單的 那個index就叫做r 那這個g呢 就是有幾個組的黑紙 那c呢 就是總共的數的黑紙數目 那大家看到那個組的份量很重的 就是一組就算它只有1個呢 它都要成10的 那就是說一組 是等於10倍那個 就算黑紙的數目的分量 那這個呢就是r 那為什麼計我 有個 coefficient 有k在這裡呢? 這個呢就是用來補償 就是每個人體的經驗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用的儀器不同 譬如 一個人用一些六寸望遠鏡看 一個人用一些兩寸望遠鏡看 那很明顯呢 它看出來的黑紙的數目是完全不同的 那究竟誰是對的呢? 沒有誰是對的 它六寸又看得這麼多 它二寸在視頻少了 那你又不可以說二寸那個不對 又不可以說六寸那個太多了 那所以唯有呢 就用一個k來補償它 那但是這個k來講呢 你不看得10年8年太陽黑紙 你都定不到你自己那個k的數值是多少 而且還要呢 你看10年8年一堆同一的儀器 你不要今年又用一些兩寸 下年用一些四寸 後年用一些六寸 那你的k就一直在變的 那就做不到的 那但是其實這個不要緊的 我們最主要看到這個商大約是多少 那所以呢 我們通常這個k都當是1的 OK 那另外我剛才講過了 你將這個r是分開 太陽的南北兩部分來分開來做 那就是有好處 我剛才講過的原因了 那你有了一個月 有了每一天的數字之後 那如果你真的看了一個月 那你一個月就可以有一個平均數 那然後到你做了一年 那就可以做一個每年的平均數 那你就可以有一個這個r的數值出來用了 OK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又是70年代的某月 我自己的這個 這個呢 一個 黑字的數目 那這張呢 左手邊這張就文物了 我們現在1號會員 陳柱 那好像那個時代呢 我們有個太陽組 好像我是組長 那所以他就把這張東西交功課交給我 那很均真的 那他分了南北的 不過我估計那時候南北呢 就是很弱略的 沒有 因為那時候都沒有這個program 計不到是粗略的 那呢 就譬如 他說 陰天 那陰天沒什麼看 欠測呢 就是他很誠實的 欠測就是那天好天 他沒看而已 那這樣 那這樣呢 就每個月 開始每個月一張的 那我現在家裡手頭上 還有幾個這樣的東西 有陳CL的 有恩志強的 有我自己的 這樣 有一個問題 剛才說的很容易 你數一下多少組 數一下多少粒 我想請問大家 這裡有多少太陽望遠鏡 太陽黑字 有沒有人答到我 這裏可以是四組 最簡單 一二三四 一組就不會的 就是一組 這樣包括就比較少機會些 但是起碼都可以 可以兩組 比如這裡一組 這裡一組 或者是三組 比如這裡一組 這裡一組 或者這裡一組 這裡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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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四組 那究竟是哪一組 那我們這件事 如果你 十年都不逢一盡 間中只是看太陽 任何人都答不到你 究竟這裡是多少 一組 但是你整天看 就會看到 這個是六月的 那 開頭 就是當他在那邊的時候 這兩組 這兩組是貼得很近的 所以 我知道這裡是一組 OK 那這個第一個難題 解決了 那第二個難題 就是當黑子群 做很多的時候 第一 你看看 大家數一下這裡有幾個組 粗略看 一、二、三、四、五、六 那但是 你留意一下 這裡還有很多一些白班 在那裡 那 原來這個 偏這個 太陽活動組 的 有一個這樣的原則 就是 當你看到 出來的時候 只是白班的時候 他不會給他一個號碼 就是不會當他是一個活動組 但是 當這個 白班裡面有一顆黑子的時候 他就會給他那個號碼 那但是 譬如這一組 如果這一組來到這裡的時候 那些黑子不見了 那些黑子不見了 他又不會取消那個號碼 因為那個號碼 就不會重用的 那就算有些黑子 巨型到 回頭還出現的時候 他都會給他一個新號碼 那 所以這裡 你看到就好像只有七組黑子 但是其實這裡還有很多組 沒有呢 沒有人猜得到的了 就算我都 當時也猜不到的 那我們有一個地方呢 就可以讓我們檢查 就是這裡 叫做Solar Monitor 這個站這裡 它每天呢 都會出幾張這樣的圖 一張就是這個這樣的圖 另外一張就是那個磁力 磁力像的圖 還有其他的Hydro Alpha 那些圖 但是最大的用途就是這個 起碼你知道哪一組打哪一組 那這裡有14組的 你猜得猜不到 好了 還有一個最大的難題就是這些了 那在2013、14、15那幾年呢 時常都出現這樣的巨型黑子 那這些黑子呢 你一看下去呢 省了眼睛 就是靠鼓都轉鼓了二十幾三十粒 那你怎麼數呢 很辛苦的 那現在拍照就沒所謂了 你對著照片慢慢數都可以 但是以前呢 就是70年代的時候呢 我在隔壁紙上面呢 就用眼睛數了幾多 就在隔壁紙上面 那一組進去旁邊呢 就寫個數字在那裡 30 寫12 這樣記住了 然後才慢慢計算一下 總數出來 但是呢 有一樣東西又是很 爭議性很大的 那現在我們計這個R 就是計這個組和這個黑子的數目呢 原來呢 AVSO那個太陽組呢 它只是承認目視觀測 不承認拍照的那些觀測 因為它認為太過變化很大 那所以呢 我們這些自己做 就是用拍照來做轉頭這些呢 我們只可以當是自己的一個保存 你交給AVSO呢 它就不承認你的 好了 那下面這個圖表呢 就是每年的平均相對數出來 那我們知道呢 就算有一個週期 所以 最大的時候呢 那個頂呢 那個封值呢 都可能各個週期不同的 那所以呢 每一次呢 都要看完之後 要看回頭才知道 上一個週期究竟是怎麼樣 那另外一樣的現象呢 這個蝴蝶圖呢 很出名的蝴蝶圖呢 那我解釋是怎麼用的 就是呢 當這個 這個 黑子週期開始的時候 譬如在這個位置 那大部分的黑子呢 都會在高位度出現的 那不是說完全沒有低位度 而是少很多 而隨著這個週期的進化呢 那那些黑子出現的位度呢 就越來越趨向這個尺度 但是它又不會直接在尺度的 就是好像我也沒有什麼見過 真正在尺度上面出現的黑子 就是最多距離尺度 大概四五度啊 兩三度啊 那樣子 那就會這樣 那同時呢 那大家留意到 當一個週期去到尾的時候呢 它不會等它結束了 才有新的週期出現的 很多時候呢 是會重疊的 那舉個例子呢 現在右手邊這裡 我這裡畫到是 24週期 都還沒有結束 那麼呢 24週期呢 一個完結的時間應該是 就是去年差不多 但是我在2016年12月 因為10月很怪的 前兩個星期都不好 到12月好像22日好天那天呢 那我就已經看到一組黑子 在西邊 西南邊那個 近的那邊呢 那我看回那個太陽那個 就發現那組是新的黑子 是新週期的黑子 那原來我們怎麼定義它是新週期的黑子呢 第一件事 就是說呢 當這個黑子 由這個週期轉到第二個週期的時候呢 本來那個黑子的南極和北極呢 比如 原本 在這個週期那裡 如果兩顆 一個雙極群 那顆黑子 前面那顆是北極 後面那顆是南極的話呢 到下一個週期的時候呢 就是我講同一個半球那些 那如果再出現類似的黑子呢 那時候前面那個呢 就是南極 後面那個就是北極 那所以呢 這個黑子那個 尤其是雙極群的磁極呢 在 換週期的時候呢 它是調轉了的 那所以我們要看那顆 是不是新週期的黑子呢 就很容易了 兩個 兩個 元素 第一個元素 它一定要在高位度出現 就是你不可以在 10度 11、12度出現那些呢 怎麼都不算是 新週期的黑子的 那麼它在20多度 30度那些出現 而它的磁極是 轉了的 那麼那組呢 就是新的太陽黑子了 就是新週期的太陽黑子了 OK 那麼 我們這個 太陽光球層就看完了 就是除了這個 米粒組織 這個太陽黑子之外呢 那麼我們跟著呢 就要 上高一點 看這個色球層 那麼大家看到這個橙呢 黃色這個就是光球層啦 上面這個紫色和橙色這個呢 就是 色球層啦 那麼但是為什麼這個紫色這個紅 這個橙色呢 一會兒我才解釋一下 那麼呢 首先呢 我們要怎麼看這個色球層 那麼原來呢 那個色球層比光球層呢 是暗成很多的 只是大概 接近十萬分之一 那麼暗的 那就是等於好像我們看日面上面還暗 那麼我們 怎麼樣呢 我們是不是想可以把光球層 用那個濾鏡濾了去 然後就是看色球層呢 是可以的 但是不可以用普通的濾鏡 要用什麼濾鏡呢 那麼我們看一下這個圖 這個圖呢 就是表示這個色球上面的元素 有什麼光可以給我們用 啊 大家看到呢 這個條光線 這個拉曼α是氫氣的 但是拉曼呢 就全部在紫外線那邊的 那麼大家看這個波長呢 是很短的 啊 5個I 甚至70個Nm 這些都是紫外線的 那麼這些呢 就是Mm波 是無線電範圍 就是不是光的範圍 已經 那麼我們是看不到的 那麼上面剩下這些了 那麼我們看到 紅色這個呢 就是HydroNalpha 是紅色的可見光裡面 那麼如果大家不清楚 叫HydroNalpha 不過很少玩天文的 沒有什麼不清楚 叫HydroNalpha 其實呢就是 氫原子的 我們如果讀chemistry 就知道了 就是那個Bomber Series的 第一條是Alpha 第二條就是BetaG 然後呢 還有Kalcium K-Line Kalcium 2是兩條線 一條H一條K 那麼很近的 我們用哪個都可以 那麼K-Line呢 大家看到這裡呢 它的波長呢 就剛剛在深紫色 還沒有到紫外線的那個階段 大概是 三百九十幾個Nanometer 那麼這裡就有Magnicium 但是不幸運了 Magnicium這幾條線呢 就是去到二百八十幾Nanometer 就真的進了紫外線那邊了 我們看不到的了 那麼變了呢 現在看了這裡之後呢 我們就是 我們要看這個釋球層呢 無可選擇 只有兩個波段可以看 就是兩條光譜線的可以看 只是這個Hydron Alpha 或者Kalcium 2 OK 那Hydron Alpha呢 就是656.28 就是 紅色的深紅色的深 Kalcium這個呢 就是390幾Nanometer 就是跟著 深紫色的那邊 好了 那個問題呢 就是 怎麼樣才可以 把太陽這麼多光線 連累了其他的東西 就好像我們那些光害filter那樣 什麼線都不要 只是要這兩條呢 那麼就有兩個方法 這個呢 就叫做 太陽燈 單色攝影儀 那麼呢 這個呢 等一下我後面有幾張幻燈 詳細說這個就不說了 那麼這個呢 就是 我所知道香港有位同好呢 就是他 整儀器很厲害的 那麼他整了這個 其實是一個普通的光譜儀 來的 但是呢 他這個光譜儀呢 就可以用來做這個 單色攝影儀 那麼等一下我會詳細說 現在就不說了 那麼然後呢 另外一個 入手法呢 就是用這個 單色光的儀器 那麼這個單色光儀器呢 你看到這裡有個圖呢 這兩條直線呢 就是一個半反射 或者半透明的反射層面來的 那麼至於這三層究竟是什麼呢 都有兩種 一會兒又詳細說 那麼 他經過藍色這個這麼窄 這個是很窄的 是說一二百個nanometer這麼窄的 那麼呢 經過很多次的干涉之後呢 你最後得出的呢 就是一個個這樣的 山仔這樣的干涉 那麼這個藍色這部分越窄呢 這個山仔呢 這個peak呢 就越窄 那就是說我們分開一些光 就是 累了其他不要的光的效率就越高 那麼這種呢 這種呢 儀器呢 就叫做ethalon 那麼ethalon怎麼用呢 我們首先看看怎麼用在hydronalpha 那麼這個綠色這兩塊呢 就是ethalon 就是這裡放大了的 OK 那麼其實這個 你看到這裡這麼 弄得這麼大 其實是完全不合比例的 那麼甚至這條這麼窄呢 都已經 太粗了 那麼還沒說到這裡之前呢 就是這個濾光鏡 它弄成一個濾光鏡這樣 那麼但是這個ethalon呢 為什麼大家知道這裡這麼幼 這麼窄呢 那麼就很敏感的 對於 就是你太熱了 等等 不行的 那麼所以前面呢 就有一塊紅色的 我們叫做energy rejection filter 那麼它目的的作用呢 就是將所有的UV和Infrared 那些會熱了 熱了後面的東西呢 全部保護著它 那麼所以呢 這塊ERF energy rejection 就是保護後面所有的東西 那麼過了這塊之後呢 就有這個ethalon了 那麼這個ethalon 剛才說過了 經過很多條光線干涉成 一個個這樣的封殖 那麼然後呢 我們後面呢 再要用一個叫做blocking filter 將不要那些山峰 雷下去 只是要我們要的那條山峰 那麼呢 就是Heiden Alpha OK 那麼其實後面的部分呢 就是尖望遠鏡來的 那麼後面 那麼當然你可以放木鏡啊 或者放相機都可以的 那麼這個呢 就是一支 Heiden Alpha的鏡 實物呢 就在這裡 那麼這支呢 就是薄膜一點的 大家看 剛剛看一下我前面的 sorry 剛剛我講說這個濾光鏡 在那個望遠鏡前面的嘛 那麼 如果這個濾光鏡在望遠鏡前面 就是它起碼的口徑呢 要跟這支望遠鏡一樣啦 那麼 那 有什麼問題呢 問題就沒有的 是價錢貴了很多 那麼 那於是乎呢 後來那些廠家就博猛 譬如我這支呢 這個望遠鏡 是5cm的口徑 很小的 那麼 但是它呢 為了省錢呢 它這個 這個 直徑呢 只是3個CF 那麼它便宜了很多 那麼 變成一支鏡呢 就可以便宜很多 那麼然後呢 後面那一支呢 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Blocking Filter 隔了其他那些Pit 留下 只要Hydernalpha的Pit 那這一種這樣的 的 濾鏡呢 這種的Ethelon呢 有兩種的 不過 我現在再說一些 sorry 剛剛我說呢 這裡三層 這三層呢 可以是什麼呢 剛剛說的那個 sorry 這塊紅色這塊呢 白色這塊呢 是空氣來的 這兩塊是玻璃 那大家想像一下 這兩塊玻璃 中間間間開是大概 一百二百個nanometer 那就是表示呢 你這兩塊玻璃呢 要很平 還有要做到平衡 那所以 就是很貴啦 那然後呢 這裡呢 還有每個面呢 就是 導膜的時候 要導得很小心 反射膜呢 是 好像是50% 透過50%反射 那呢 變成那個價錢呢 就貴 當你這個東西很大的時候 就很貴 那 A裝是其中一種 那 我們 sorry 而這個大家看到呢 一個很粗的螺絲呢 就是這塊 黑色這塊呢 可以拎出 拎入 那拎入那時候呢 就將裡面的 窩林縮小 窩林縮小 就將那個氣壓 升高一點點 拎出來呢 就將那個氣壓呢 降低 那從而呢 就控制到 將那個波 就是過的波長呢 微調一下 那我們看不看到那些 Hydroα那些線啊 那些火炎 就靠這裡微調了 那這個blocking filter呢 就兩種 一種就好像打近爐 那我買這個呢 就直過 那讓我容易 教一些方向的 那 那 這個1200就沒有特別的 這個1200 它有很多 由600 到1200 到1800 到13 那就越大就越貴 那它原因呢 就是裡面的直徑的問題 那它就說 1200呢 就可以讓你做到 焦距1200mm的望遠鏡用 那如果你焦距是3000mm 那你用這個呢 就會遮了很多了 所以 那個季就貴到這裡 那另外呢 那這張廠就很聰明 因為原本 一組這樣的濾光鏡呢 它的 那個 bandwidth呢 就是0.07 nanometer 而已 那0.07 都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但是呢 很多細微的東西 就看不到 於是它為了達到效果呢 它就要用double stack 就是你買多一塊 譬如這塊呢 就放在一支 望遠鏡前面的 那 加上後面那塊呢 就叫做double stack 是 就 好像很小的 進步了0.02 但是 這0.02 和0.07呢 你看一下太陽路 就差很遠很遠 OK 那這種鏡呢 就 有兩間廠出 其實呢 都是同一班人來的 就是 論壇那班人就是 Colorado出來的 Colorado呢 現在又被Mid買了 所以其實都是跟那幫人做的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用 固體的ethalon 那固體的ethalon呢 我回到剛才那張 解釋給大家看一下 固體的ethalon就是 這一層呢 是固體來的 這兩邊是空氣 那有哪一隻固體 可以做到這麼薄 又這麼漂亮呢 那其實它 如果這個固體 你可以 你有本事可以磨一塊 100 200nm厚的玻璃 又磨到它的光學面 那然後在這裡倒呢 都可以的 那我不知道你要用多少錢才做到 那 那 那這班人呢 就很聰明 他呢 就找了一個雲霧片 大家都知道什麼叫雲霧片的 就是透明的東西 那 那它雲霧片一層呢 就可以很薄的 那但是雲霧片呢 你要選到一塊 透明度又很好的 又很雲霧的 那其實都挺貴的東西 那它呢 就用一塊雲霧片 在兩邊呢 就倒了這個 就是50% 50%的 反光的面上去 那當然雲霧片就很單薄的 是要彎的 那它一定又要用一些玻璃啊 那夾著它等等的了 那這個詳細情況就不需要說 那但是它用雲霧片的好處呢 就是 它那裡可以做到薄過空氣那個 一百二百那個的 那薄過有什麼好處呢 它呢 就可以 就是現在最漂亮的這隻雷工的 可以去到0.02 你不要看一下 由0.07到0.02 好像差了兩倍而已 那個價錢呢 就差了大概10倍左右 就是如果一個0.07的賣3千元美金呢 這個呢 就賣3萬元美金了 就是跟大小來計 那 這個呢 就是其中一塊那些 就是我的那些 就是Solar Spectrum出的 那Day Star也有出 那大家知道 因為用文武片呢 這個直徑不可以很大的 我這個呢 就是25mm 那據我所知 現在出到最大最大的 這個雷工的呢 都是大概48mm 那那個呢 就是好似3萬元美金 那但是這個文武片 有一個問題呢 就是 你知道 冷縮熱象的嘛 那我們看太陽的時候 那些雷工經過這裡 那怎麼控制它的厚度呢 因為剛才我講過 那個厚度呢 就是直接決定了 它那個 這個波 這個頻寬的影響到 那怎麼控制它的厚度呢 大家看到這個四方塊 這個呢 就是這個 簡單來說我們說這個爐 這個Oven 那這個呢 就是控制這個Oven的溫度 那我這個 工作溫度呢 它給我 它上面mark著就是57度的 那但是我回來發現呢 我要調到59度呢 才達到我的要求 那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可以 把這個溫度控制到0.1 准到0.1度的控制器 那 好了 大家知道 一塊這麼複雜 其實不是這麼簡單 但是這麼麻煩的 文武片的濾光鏡呢 那當然 前面也要有 Energy Rejection Filter 那這個呢 就是我放一支 六寸鏡上面的 Energy Rejection Filter 那這塊就是玻璃來的 它是導了 這個 給Hydren Alpha過的 鋁光鏡 但是它這個就很闊的 大概過40個Nano 那就可以保護了後面的東西了 那這塊東西都不便宜的 你看到我這麼複雜 做到呢 就是它回來的時候 只有一塊玻璃的 什麼都沒有的 我還要自己做這個 銷子等等做的東西 那 但是它的光學質素 真的很高的 我放一支六寸折射前面呢 它完全沒有downgrade到 後面那支六寸折射的質素 OK 那另外一個要求呢 就是辦法 你那支望遠鏡 就是最後 那個影像那裡 你的焦距比一定要大於30 就是如果你焦距比 10啊20啊那些呢 你就去不到你要求那個波段 會變得很厲害的 所以起碼要30 所以變成呢 我那支是F9的折射鏡呢 我還要加一個4倍的增焦距的鏡 才適合用 那所以呢 所以其實呢 隔度很長的 OK 好了 Hitzen Alpha就剛才那兩種了 那 要拍Kalsem K 怎樣呢 紫外線 那當然是完全不同的 System 那 好在呢 這間廠呢 就出了一個 這麼簡單的東西 好像一個 打琴奴那樣 那你這裡是兩寸直徑的 你拆上網絡鏡頭 後面這裡呢 就擺IP 或者擺相機就可以了 那中間呢 出來的那個呢 就是Kalsem K那條線 那 你想想這麼複雜的東西 有什麼理由不需要保護的呢 那原來有的 你看到前面這個呢 是有一塊 反射鏡 它呢 作用呢 就是把UV和IR呢 它又不是 吃光了 它是反射鏡 是把那些UV和IR 反射了 但是反過來 這樣呢 就保護著後面的一部分 那 因爲這樣呢 因爲大家知道 在網絡鏡後面 IP的位子 那變了其實這裡很熱的 那所以呢 他提議呢 你不要用大過四寸的網絡鏡 大過四寸呢 它就不擔保這裡怎樣了 那然後呢 還有一樣 你的MIT 啊 SELESSI那些 折反射鏡呢 因為 未來之前 有一塊 副鏡的嘛 那你這塊 這樣的UV 反射鏡呢 就把所有的熱呢 就射在那一支 反射鏡那裡 就是那個副鏡那裡 就搞不定了 所以就不適宜用那些 Smith Castle Green那些的 那唯一好處呢 你就真的可以 捉進去一支四寸以下的折射鏡 就這樣用得了 很方便 那這塊東西都不便宜的 現在 整個 就是這塊東西 大概一萬元左右啦 那 那 Day Star又出了 用那個Solid Etiline的方式呢 它也都出了一些 Calcium K和Calcium H 那它 你知道 Day Star就是 就是 淚光鏡界的盧斯萊斯來斯 所以它做到很複雜 甚至呢 它這裏呢 直接有個 標板告訴你 現在用那個Wave Link是多少 這個是 Calcium K的Wave Link 那這個 那這個 紅色 藍色的按鈕呢 就可以給你 增長 紅色是向長那邊的 藍色是短那邊的 那你按一 紅色一個呢 這裡就增加0.1 諸如此類 但是你不要以為呢 好像看電視那樣 轉台 按一下 就轉台了 因為呢 它這個轉波長的方式 仍然是用回最 原本的方式 就是這個是一個大焗爐來的 它轉它的波長呢 其實就是把 裡面的淚光鏡的溫度 改0.1度或者0.2度 那你一按一下按鈕之後呢 你起碼要等十分鐘 十五分鐘呢 它才在裡面達到平衡 可以去到你那個溫度的 所以不是這麼簡單 那這塊東西都很貴的 這塊東西好像 現在整七千元美金 那所以又是容器 好了 那最後呢 就說回 有了Ethanon之後呢 很重要的一塊東西就是 就是Energy Rejection Filter 那為什麼呢 那譬如 我那塊 Solar Spectrum那個 Hydro Alpha那個 買了回來 那我知道六寸鏡前面 都是Energy Rejection的嘛 那如果我要用這六寸 望遠鏡看 那我這個Energy Rejection 起碼都要六寸啦 這麼簡單 那變了呢 就是因為這個Energy Rejection 這個淚光鏡呢 就限制了你可以用到 最大的望遠鏡了 那舉個例 現在如果你只是單一塊 Energy Rejection呢 以前呢 就只有 Barder Penetra出 最大181mm 就是大概7寸左右的望遠鏡 那後來呢 AriLab呢 就出了一塊9寸的 就 它專門是 出來呢 就給C9用的 那香港好像我們有個會員 有這個的 它有個C9 我們看太陽 那 孤為其名 啊 免得你們追斬它 那最近呢 其實都不是最近 都幾年了 那平日Taren和另外 其實我猜是另外一間廠出的 它呢 就索性呢 在C8 C9 和C11上面呢 它不是弄一塊 ERF鏡 因為 這樣又貴又麻煩 它直接把這個 C8 C9 C11 拆了出來 然後呢 就倒了這個 ERF的網上去 然後裝了上去 那整支鏡賣 其實這個就很划算的 據我所知呢 那支C8呢 都好像大概三千多元美金而已 就是以整支鏡 連賣這個ERF就很划算的 不過你記住呢 後面還要買那個 真的那支雷鏡 好了 講完望遠鏡和雷鏡之後呢 我們就講回我們怎麼看了 第一件事呢 看色球層呢 就不可以看黑紙這樣畫圖了 因為一會兒你會看到 那些色球層那些 那些 那些 看到的feature呢 就很複雜 你不可能畫到圖的 所以唯一就是拍照 那另外一樣呢 就是 你要看這個CALSUM-K呢 我就試過 我也知道很多人試過 就是 你用那個 木鏡 用IPS看下去呢 什麼都看不到的 你很幸運呢 就看到一批 很深紫色的東西 但是完全看不到是什麼 那如果用彩色相機 都看不到東西 那所以呢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呢 我們就用 黑白相機來拍這件事 那另外一樣呢 我知道現在很多天文相機 都有這個冷凍的 那你最好呢 如果現在才買呢 就買有冷凍的 那除了 減低這個噪音之外呢 最重要就是 你看太陽那時候呢 整個東西曬著 還有很多東西很熱的 那一般來說 如果你不冷凍的相機呢 在太陽底下工作一個小時呢 那相機隨時去到40度 OK 那另外一樣呢 就是 你的相機 要 最好呢 是Capture得很快 因為呢 你要 撐低那些 空氣擾動了 所以呢 你的相機 不過現在的Digital相機 都可以是很快的 這個問題不大 那最後一樣呢 你要用Digital相機 只不然要帶一部電腦 在外面用的了 那你的 你的筆記寶電腦呢 那個螢幕呢 就最好用一些不反光的 因為呢 我有一個痛苦的經驗呢 就是 有一次呢 有一次呢 我一部舊的電腦 手機的電腦 那我就去買一部 買一部新的 那在那個Market 就看到一部 哇 它是4K屏幕 我就正 那打算做 做演藥影像處理 4K屏幕 好玩很多 那怎知道呢 買了回來呢 那個 Monitor呢 就是玻璃面的 那我一拿上去看太陽的時候呢 明明知道那個 太陽影像在那裡了 但是呢 就看不到太陽 就是看到自己的樣子 好像照鏡那樣 那終於立刻 又要買個另一部 啊 所以這個是 很痛苦的教訓 好啦 我們萬事俱備 可以看了 那我們看上去那個太陽那裡 如果什麼其他東西 沒得看呢 這個政治的 色球層呢 大約就是這樣 你說像些什麼呢 就很難說 好像對著那塊花光癌 平面磨到滑的花光癌 但是實際上呢 就是 似乎好像一塊草地的 草啤那裡 那這些呢 小小點小小點這些呢 其實呢 都是很細微的 就是這個直徑呢 都是大概一秒兩秒左右而已 那這些我們就叫做光刺 speakle 那光刺呢 在表面看呢 就幾辛苦的 但是在側邊看呢 看這裡 這個層呢 就是光刺了 是 色球層的頂個層 那這些光刺那個壽命呢 都是以秒數計的 很快動的 就是如果你想 就是看到一些 譬如地球上面常見的 譬如你在那裡燒烤的時候 看到一個小的火 那就類似了 就是你 你如果分辨率很高的話呢 你見到好像一條條火焰那樣呢 在那裡仰仰仰 動得很厲害 那當有活動的時候呢 那一般的太陽面呢 就大概有這麼多東西看 這個表面的那個光刺 那間中有一些 護藥區啦 有一些巨型的護藥區啦 有一些一條條黑色的 我們叫做filament 暗紋 那這些filament 基本上都是分兩種 一種呢 就是在護藥區 在黑紙附近走出來的 這些是動得很快的 那另外呢 在黑紙附近呢 就有一些很光的東西 那這些可能是搖斑 也都可能這些我們叫做page page的呢 就類似在光球層的那些白斑一樣 那基本上呢 都是在裡面走出來的那些磁力線 一點點的 放大來看就是一點點的 那然後在那邊呢 就有些我們叫做prominence 叫做日耳 OK 那基本上在Hydern Alpha呢 我們看這個太陽呢 就是看到這類這樣的東西 那剛才那個呢 就是最近的 所以呢 就有一顆大黑子已經是很少可的了 那但是太陽活躍時間呢 就會這樣的 很多這些active region AR有數目的 就是 好像跟回剛才那一張一樣 那然後呢 有很多這些很巨型的filament 那這些巨型filament呢 就未必跟這些黑紙有關的 一會兒我會講到呢 它可能在 真的在上面一塊雲 在太陽面上面的 那當然它都要跟下面有連接的 那但是呢就不是跟這些黑紙互約連接 一會兒後面我會再講 好了 那我們 首先看黑紙先了 那在Hydern Alpha那裡看黑紙呢 這個是黑紙 這些小顆的都是黑紙 那這些呢 你記不記得我們講黑紙形成的時候呢 兩顆南北極中間有個 兩顆南北極中間有個 有一條橋這樣駁著 那這些就是那些橋了 在兩個磁極中間呢 有這些這樣的駁著的磁力 那那個磁力線呢 就會有一些帶電的粒子呢 就會走來走去 那就視乎看看哪邊正極 哪邊是北邊是南 那就看一下這些電子呢 就由這邊走過去北極那裡 那些正電的粒子呢 就走過一轉頭一樣 那另外這些白色這些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搖斑 間中會好像噴火一樣噴出來的 那同時你留意一下這個黑紙 旁邊見到有些很小的紋 這個呢 就是那個黑紙的半影伸延出來的 我們叫做 叫做Fibro Panumbo Fibro 其實它的結構就跟這些類似的 只不過規模小很多 那你見到也有些很幼的 那些Fibro走出來的 OK 那現在黑紙走出來的這些philament呢 就通常就是跟著黑紙這個活動呢 而改變得很快的可以 一會兒我後面有些相片給你看看 改成怎樣 那這裡呢 就有些解釋是這些 什麼 那這些黑色的呢 我們叫做Active Vision Filament 是跟一般其他一些不同的 那另外呢 你間中 這個也是很少見的 那這個黑紙的本影裡面 走出去 有幾百 要斑出來 那這個我也是很少見的 那 那 剛才我說呢 在這個黑紙中 走出來 剛才白色的那些呢 就是我們叫做 耀斑 那它走出來 其實這些材料都是那些東西 只不過呢 它走到上來 為什麼變了黑色呢 那這個呢 現在就大家要記起一些 我不知道中學有沒有教的 那些東西 那些物理 就是說這個Doppler Effect 那Doppler Effect 大家就可能不知道 紅二、藍二應該知道了 那當 一些物體向著你走來的時候 那些光線是變了 什麼 藍二 但是我們這個黑白的 你看不到它變成藍色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我 你記住這整張照片呢 是用一個很窄很窄 波段的雷光鏡 是0.3 不是0.03個nanometer的 我的雷光鏡 那變了 你這些火焰 那下面這部分不同 因為它溫度很高 所以它是全波段的 什麼顏色都有 但是它上來這裡之後呢 它速度飆得很快 那它呢 就變成藍二了 藍二了 就是脫離了 離開了我的雷光鏡 那個通過的範圍了 那變了黑色 就是這樣的 那所以你看到呢 它越黑的那些呢 就表示它衝得上來越快 而 沒有那麼黑的那些呢 就是其實這些全部都是上著 或者下著著 就是我們就這樣看 就不知道它上著著著著著 但是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沒有那麼黑的那些呢 那個速度就慢一些的 黑的那些呢 它上升或者下的速度呢 就快很多的 那所以也都是 為什麼我們那個雷光鏡 說0.7不夠 0.5都不夠呢 就是這個原因了 因為如果你0.7呢 你所 你所 雷到那個 上落速度的範圍呢 就闊了很多 變成這個 這些黑線 這些光暗度呢 就不夠了 但是當你去到0.3 0.2的時候呢 它出了一點點 你就看到它黑色 那個反差就大很多 所以為什麼那個雷光鏡呢 要做到那個 那個群寬這麼窄 就是這個意思了 那這個是另外一組了 OK 那大家看到呢 這裡好像兩個不相關的 其實這裡呢 一組 這裡是另外一組 這張相呢 是這張兩天之前拍的 而這張呢 就是這張來的 那本來呢 他第一天 就是我拍這張的時候 他後面已經靜了 但是過了一天之後呢 他又再爆發 那所以呢 那現在呢 我們看這些這樣的太陽活動呢 就這樣 啊 停了就算了 不用看了 那不是的 因為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再爆出來 就是好像 近這兩個月 冰島的火山那樣 一直在爆著 那大家看到呢 左邊這個是 9月9日的 右邊這個是11日 隔了一天 OK 那如果在旁邊看呢 剛才那個在太陽面上看 所以變了黑色的 那但是在旁邊看呢 就沒有這個doppel effect了 因為它在這裡走出來嘛 那就變了 走出來的那些東西 就不會變了黑色的 只是看到它有些東西走出來 那當那些東西走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叫這些叫做日耳了 OK 那這一段片呢 就差不多是兩個小時了 OK 那這些這樣的 那這個旁邊的爆發 變成日耳呢 就是很多的 那問題有沒有時間 那這裡怎麼拆開四段 本來可以一段的 那但是拆開四段 就要放很長時間 第一 第二 那時候呢 就 這個是2014年 那時候 我就還未曾 好像不知道有沒有Facebook那時候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我就放去 黃龍的Exo4 那它那個file size 就限制住 那我唯有把它拆開幾段 放上去 那現在的好處呢 就是我拆開幾段呢 你看到是不同的時間 那就可以 不需要 一段片 從頭看到尾 就拖很長時間 那其實這裡兩組其實都在爆發著 只不過這組呢 就在一個日面上面呢 就是我們就沒有注重這裡 就是注重旁邊的組 那很多時候爆了出來之後呢 那些物質呢 就直接散了出去外太空的 那這個 都是 六七年前才有這麼多這樣的活動了 那這個日耳呢 有很多種的 那是形態來的 有些叫做Pillar Jack 那如果這個Jack不是直上的一彎呢 就叫做Inclined Pillar 那這裡有幾個這樣的類似 那其實呢 這個只是給它一個名字而已 那舉個例子 譬如這個 右手邊這個 你在不同的時間看來 就完全不同了樣子的 散了的 是吧 那這個又長一點好一點 但是你如果看下面這堆呢 細微的東西又已經不同了 OK 那有些呢 就一個Lope 這些我們叫做Lope 那這個就是Multiple Lope 整幾個環一起走出來 那 那 這些呢 第一呢 你需要支望遠鏡很高 很長焦距 這些呢 我是用到大概 5600mm焦距影的 要不然就靠近不了那麼久 那另外一種呢 叫做Hedge Row 或者Loma 譬如說這些 整堆這些 好像樹林這些 那其實它自己一樣有動動的 只不過呢 一般來說這些 這類呢 Hedge Row呢 就是比較上靜態一些的 就是它動 不是不動 但是它動得很慢 可能要 一會兒我會有一段 讓你看到它動得很慢 那 這個呢 就是爆炸出來的 那這裏也是分開五段的 同一塊的 那這裏 那這裏 很多小時 一個幾兩個小時 那 開頭看這個呢 我就已經感覺到 好像它在漲著 那樣 所以呢 跟著呢 就一直看這組了 那果然呢 就被我拍到 這麼厲害的東西 啊 就是好像道橋拆開那樣 那你記不記得 剛才我說的那個Lope呢 它出了釋球層那個Lope呢 就像一個這樣的圓拱形 但是如果它上到圓拱形 出現爆開呢 那那個 那個Magnetic Field呢 就破開了呢 那這些物質呢 就會這樣走上來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 本來不是Lope的東西呢 就變成了一個Lope 啊 又是拆開了五組來看 那方便大家看 那 那 遲些 就是現在 在這裏看完它 就派了時間了 那你們 將來放上去Youtube之後 你可以慢慢看 啊 好了 那呢 那我剛才說過 有些大的Filement 和Prominance 是有關係的 那我這裏 這裏是連續 由12日的觀測給大家看 其實我不是很連續的 就是由頭尾12日的 那這裏呢 有個很巨型的日議 開頭 這個是9月18日 那放大來看呢 正常曝光就是這樣了 但是我再較暗這個曝光 發現這個日議呢 一半已經入了這個 入面上面了 啊 那入了入面呢 第二天就不好天的 那 到20號看到 就整個入了入面 就變成Filement了 黑色的Filement 但是你記住呢 這個東西是距離的日面很高的嘛 那所以我們現在這樣看這個呢 就是這個 頭影了在日面上面而已 你們不要以為它黏著的 那後面呢 20號 又隔了兩天不好 那發現呢 它的形狀變了 又進了很多了 那但是呢 你看到它旁邊呢 有一堆活躍區在那裡 那你現在 你心中有數 看看這個距離 這個活躍區也挺遠的 第二天 不知道你有沒有覺得 好像近了一些 啊 再過一天 又好像近了一些 那同時呢 你留意一下這個 黑色這個Filement呢 它的形狀好像變了這樣 但是其實呢 它雖然是有些變 但是就不是說真的 那個樣子變成這樣 而是呢 你想像一下 它在那個面上 在那個太陽面上 本來我們呢 在這邊那時候呢 就看到這邊 它一路過中間那時候呢 我們看到另外一邊 啊 那 那 再過呢 好像隻龍蝦一樣 那現在 那它跟這個活躍區呢 就再近一點 但是 現在可能你都還沒有覺得 是有這個問題 那 再來一個 這個活躍區已經黏住了它了 那你都覺得它黏住了 但是呢 再過一天 你就看到了 那個日耳呢 投在上面的 那個月耳在下面的 OK 那 那 那 就是這張照片連續看呢 就會看到它這個 就是那個 這個日耳 或者這個Filement呢 其實呢 是距離這個蝦球場上面 很高下的 那 然後呢 再過一天呢 就已經形成了一個很巨型的日耳了 那這一組就看成這樣 OK 好了 那 剛才那些還是HydroNalpha的 那 Kalcium K 怎麼樣呢 在 很寧靜的太陽底下呢 也是沒有東西看的 那 那只看到一點點這些白光板在那裡 那但是 當很活躍的時候呢 你看到這些黑字 不用我說都知道這些黑字了 那 那原來在Kalcium K那裡看黑字呢 甚至會 清晰過在 白光 在光球上面看黑字的 因為呢 它 這個 黑字呢 就是我們看這層黑字 你知道這個Kalcium K這層呢 是高過光球層的 那 所以我們看這個 尤其是這個 半影的時候呢 看得特別清楚的 那你看到呢 很多黑字呢 都會看到 那旁邊呢 那基本上呢 那旁邊這些就是那些 我們叫做PATRI 好像跟Kalcium K一样 那 那 大部分的黑字呢 都有個RING 那些PATRI圍著這個RING 那樣的 那然後呢 啊 黑字就差不多了 那然後 那然後 有沒有耀斑呢 不是不是說耀斑 有有沒有那些PATRI圍呢 那些黑暗的呢 大家見不見 我這裡撿了日子 從頭到尾 這個一條很暗的東西 這裏有一條很暗的東西 那 那其實呢 在Kalcium K裡面 都會看到一些PATRI圍的 那這裏就明顯少少 這條 這條 但它的CATRI圍是很低很低 很難看的 然后呢,有没有耀斑呢?其实有的 比如这个,但是呢,耀斑和这些图片就继续混合一堆 因为它只有一种颜色,大家都很白色的时候 尤其是曝光时间控制得不太对的时候 你就很难分辨到那个flare,但是在Hydronα就容易看很多 那,最后一样了,日耳,原来呢,在Kelsum K一样看到日耳 那就是证明呢,日耳产生的地方呢,可以在一个适球层很低的地方产生的 那,一般的日耳呢,有时候是很松散,但是也有时候看到一条条纹在那儿 那,但是一般来说呢,Kelsum K的日耳呢,跟这个Hydronα就差很远的 Hydronα呢,很清晰,那些分析,那些分析,那些分析很好的 但是一般来说呢,Kelsum K那些呢,都是松散一些的 那些分析没那么好的 还有很多时候呢,但是我这里当然显现了 有时候呢,在Kelsum K看到的呢 在Hydronα有时候看不到的,很怪的 那也都很多时候呢,看到在Hydronα看到有日耳呢 上去Kelsum K里面呢,看不到的 那有些这样的日耳,因为例子就不是很多,有的 好了,那刚才就一口气讲了,又看白光,看色球层 还有用Kelsum K,和Hydronα的filter来拍了 那有没有办法,除了Hydronα,和Kelsum K之外 我们用其他的波长来看这个太阳呢,是有的 不过,譬如Date Star呢,有Kelsum H,有Sodium,有Helium 那但是呢,那些filter全部都很贵 就是,就是我的题目是业余爱好者嘛 业余爱好者通常都不会负担得起那些这样的价钱 几万元美金,但是原来呢,在百多年前呢 已经有人用这一招看过各种波长的太阳了 那这个呢,就是在1889年 是一个很出名,很厉害的天文学家 大家听过Hel 那如果大家没听过他这个人的话呢 你一定听过有一个叫做 Mount Paloma Observatory Mount Wilson Observatory 威尔逊山天文台和帕罗马山天文台 那这两个天文台呢,都是Hel建的 但是其实他最大的贡献呢 就是他大学未毕业 好像是Final Year Project 就发明了这件事 这个叫做太阳单式攝光仪 那个原理呢,就本身不难的 那譬如这里 这边呢,就是太阳光的 自望远镜的太阳影像在这里 那这里有个合逢,进来 其实这个是一个光谱而来 那这个准直镜,把太阳光变了平衡 那经过这个Pism 或者经过Grating 那时候用Pism 那你就把光谱由红至纜 排在这里 那如果你拍光谱就很简单了 放个相机在这里,放个Pism 就拍光谱了 那但是他呢,就进一步 在Pism之前 再加一条合逢 那作用是什么呢 他想要哪一条光线 就要哪一条光线 其他那些,但譬如他想要Hydron Alpha 就把Hydron Alpha 放正在这条合逢里 其他的光线就遮光它 那你说,这样有什么用呢 那Pism也是拍一条线而已 原来他的巧妙就在这里 他就把网线停了它 那停了之后呢 那这个太阳的影像 就在这里一路 scan过去 那就是说这条合逢呢 就在太阳面里 这个合逢 那太阳面就在这里一路穿过去 那在不同的时间 就拍到太阳不同的位置 那同时呢 最难在这里了 他这个Pism呢 就同步 就是这个太阳在这里移动 这个Pism也在这里移动 那变成呢 那Pism呢 又将每一条合逢的光线呢 就集合拍到一个太阳相片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就是这个太阳单式摄影仪的原理了 很简单的就是原理 那 那 但是这件仪器呢 对于太阳物理学呢 就很大很大的贡献 那 我刚才说了这些 啊 就是要参加哪个比赛 就想弄这个东西出来 那 那时候我就找到一块 透射规定放在这里啦 两块玻璃反射 就是我弄好了这个东西 那但是呢 就做不到这部分出来 就是我没有办法 做到 把Pism在这里移动过去拍这儿 那 那直至呢 那这个东西呢 就变成了一个 不能工作的模型 不过好像都 好像都拿了仗 开始比赛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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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度呢 就在这里 那直至到什么时候呢 啊 或者我这里再提一个人 这里有一个 阿Fred 他呢 在几十年前 就开始鼓励别人弄这件事 就是那时候还是用Pism时代 那我大概不知道 70年左右呢 就 找到他本书仔 黄色黄皮 很薄的 现在应该还在家里的 但是现在找不到出来 他就经常鼓励别人 他说 一生人最少要弄一个 spectral holograph 出来看太阳 那 好彩呢 近这二十年呢 那个Digital的进展呢 就令到我们简化了这个机械 为什麽呢 譬如这支是我们的望远镜 太阳写在这里 这个是第一个颗缝 那这个就是 后面这一部分就是光谱仪 那这条光线就来到这里 那这个人呢 就用一条linear 就是一条线的CCD 那就是代替了出来的颗缝 那太阳在这里scan过去 那它这个不用scan过去 因为你知道这个CCD 幕有个电脑里 就一路拍着 那它一路scan过去的那条线 就是 就是它这一路就一路拍 那我将整个太阳面 每条线都拍出来 那然后你很容易 在software 将每条线搭回来 那就成为太阳影像了 但是后来呢 好像我大概那时候 正在做太阳望远镜 就是太阳塔那时候 那我又和那个 整望远镜的商量 他就叫我 找一条linear 我说你用什么linear 你用普通的CCD 正方形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只拍一条的嘛 你就可以把整个光谱拍光了 反正你都要一条分割出来用的嘛 那所以呢 现在这个就不需要用linear的CCD 直接用普通的CCD 那呢 就照影 只不过就是 当这个太阳在这里 scan过去的时候呢 你就每一条线呢 都拍了一个光谱出来 整个光谱 那就 真的有人这样做 啊 啊 刚才我不是说这个 那香港有个天文同好呢 他叫做阿华 那他就做了 他自制了这个光谱仪 那他就不是用来做光谱仪的 他就用来做单式摄影仪 就是他在这里呢 就放了个相机 那他就用折射镜 搏了个光谱仪 这个相机还放在这里 那呢 这些呢 这些呢 就是他用 中间这个 Hydron Alpha Hydron Beta Hydron Gamma Hydron Delta 大家知道啊 Alpha就是红色 Beta是绿色 Gamma应该是蓝色 跟着这个去到紫色了 跟着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Helium 这个是Sodium 这个是Magnetal 就是他 其实他喜欢用哪条线来拍都可以的了 那这个就是 这个单式摄影仪的威力 尤其是现在Digital的话呢 就是计算回来呢 整这个本身不是很难的 那所以现在其实呢 就好 据我所知 香港有阿华 日本製有个人在用着 就是 我的意思在用着呢 他是整天在拍摄太阳照片 摆到Facebook OK 好了 差不多完了 那最后呢 我就用一组黑纸的变化 做结尾 那这个呢 就是 2017年8月29日 有一组黑纸 在东面出来 那这个是Helium Alpha的 没什么特别 是吧 那第二天 都没什么特别 入了一些 那本来这组都很劲的 我把我 把我 把我 注意力摆在这组的时候 那这个是 8月30日 那跟着呢 就一个星期都不好天 到我再看到的时候呢 那颗黑纸变成这样 就是 变得呢 妈妈都不认得 差不多 那呢 还有很多要班出来 那跟着呢 又好像不好天了 又隔了一天 那已经去到西边了 那这组黑纸仍然 还在那里变化着 那那些火 那些 那些药班仍然在出 还有一些很黑的巨型的 菲林文走出来 那然后呢 第二天 都仍然在做 那开始 看着它爆了 你看到这里整支东西 躺出来啊 这里呢 又在那里变化着 那这样 那然后呢 10日 就已经去到哪里了 那黑纸去到 剩下一半 那这些呢 那你已经见到一些 日耳很微小的日耳爆出来 那还不是 不是最精彩的东西 最精彩的东西 再过一天 那其实整组黑纸已经去到后面了 那但是那组东西呢 弄了一个这么厉害的路面出来 那这个就是 就是近十年我所看到最 那天呢 我基本上没有看到另一样东西了 就是一开波就看到这东西 那已经 现在我拍第二张的时候 已经觉得它好像变了 于是乎 就整天呢 就集中了 只是拍这东西 那就是 最后这张了 OK 那 怎样带问题 有没有人想要问 大家可以问问题的 在这个时间 我会给大家解一个正音 OK 你们在想问题的时候呢 那我通常呢 讲讲做建美 都是用这个 这个阿伯说的说话 那这个 这个阿伯是谁呢 有没有人不懂呢 我就问 有没有人没听过HR diagram 那HR diagram 那H就是这个阿伯 一个丹麥的天文学家 一个丹麥的天文学家 没有人问话就可以了 现在多少点 怎么办 發音够钟了 有 怎么样 我就觉得阿晴建文讲话 是 我很意外 我的想法 當然是不錯 但是我想知道為什麼 其實這就牽涉到 如果你看流體力學 一個球形的流體 它要自轉的時候 情況會不會差不多 從國動量手衡的想法 不是的 因為現在最嚴重的問題就是 第一它是流體 第二它是賣電的 有磁場的 如果沒有磁場就簡單很多 可以說來講 我們圍繞著 整個太陽的活動 甚至新印度 所有行星的活動 都是因為這個 自轉 和將磁場扭曲 而造成的 如果它只是自轉 沒有磁場 又不會出現這件事 沒有太陽活動這件事 如果它是固體這樣轉 沒有扭曲 就算有磁場 它也不會有太大的 所謂太陽活動出現 這個是單獨 一個最主要的原因來的 太陽活動 我的問題是 你的意思是 它的不同的 不同的位置 的轉速不同 是跟磁場有關係嗎 不是 不是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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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質來講 它這樣轉 我覺得 因為這裡 是走不了進去的 而且我也是 對於 流體動力 也都不是這麼深入的 形式 但是這個是 必然的 所以 一個流體 你不要管它有沒有磁場 不管它帶不帶電 如果它要自轉的話 基本上 都不會一個光體 或者所謂光體 就是說 好像月球 好像地球 有一個硬的殼 在那裏自轉 那種的 一定是有一種 我們所謂的 Defensal Rotation 這個是一定的 必然的 是的 OK 明白 因為太陽的物質 帶電 還有磁場 才使得 它的磁場 扭曲了 才產生 這個所謂的 太陽活動等等 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是由這個 就是說它自轉 Defensal Rotation 是一個原因 而另外加上 因為它有磁場 有帶電的粒子 所以才造成這個 磁場的扭曲 還有造成這個 這樣的太陽活動 所以是兩件事 那如果 因為這個Defensal Rotation 就是必然的 OK 帶不帶電 都是必然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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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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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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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us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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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都不會推廣得那麼嚴重 就是我覺得 我看到很多人的入門版是很漂亮的 有些看上網的Solar Check那些 那些圖片都漂亮得你嚇死人的 差不多 我覺得Raymond有一件事 舉個例子 你看到我這兩年拍攝 我將我的儀器全部下跪 因為我知道六吋也不能用 我的Solar Spectrum也不能用 我現在就要打游擊 所以我要用兩吋的Hydro Alpha 用一支陳CEO 給我一支五吋的C5 來拍攝白光 但是問題 我現在調整到 兩吋 就是Lune 50 我覺得我現在的結果都可以 見到人 只不過高度做不到 我想問的問題就是這樣 如果你拿到漂亮 就是剛剛它不保證那個 那個Bandwood的 它不知道好像0.3 0.5 看看好不好 有一點點撞手神 但是 當你手上有那個東西 如果你有時間慢慢調整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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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的 所以我沒有人回答你 雖然我借過你那個Code幾次 但是我其實就也都不是很多時間來調整它 那就是我不可以回答你的問題 但是就是從我那支LUNGE L50來講呢 就是我用了它一年多呢 我現在就已經調整到都挺滿意的 所以我都加了一些東西下去 就是我將它後面的blocking filter 我自己買了一個買了一個直到的 改了之後就已經好了很多了 OK 我對LUNGE都很滿意 這個意思是說Code就不是很滿意 怎麼搞呢 這個我又回答不了你 因為我從來都買負擔不起Daystar 就是我那個都是買Solar Spectrum 那所以呢 就是基本上我都好像沒有什麼position 來回答你這個問題 哈哈 借你的Code 但是我給你玩一下Code先 是啊 好 謝謝 渠極度